为了让妈妈和新生宝宝得到最好的照护 越来越多人都会选择坐月子中心 而近期就有一间号称五星级的坐月子中心 在孕妇或妈妈圈成为的话题 而到底有多高级呢 我们一块去看看 舒适又明亮的风格 这间在其他月子中心可能是屏数最大的房间 却是这间月子中心最小的房间 除了宽敞舒适之外 产后妈妈们需要的用品一应俱全 那我们这间的房型就是经典房 它是约14坪 那听到14坪的话 就是其实在我们双北14坪是非常大的 是别人家的VIP 但在我们这边是最小的房型 那我们的房型里面设备其实蛮有优势 就是我们房内就是已经有设置 我们的微波炉跟电锅 那我们的那些电动吸乳器 还有奶酵锅跟温奶器 也都是附设在房内的 不用再额外租建 那我们的窗帘也是有房验的认证 那像我们的厕所都是有冷暖空调 就是避免妈妈如果想要洗头的话 就是不要让她的头吹到风 电动窗帘一拉开 就能远眺观音山河淡水河 调高的设计让人一走进来 就觉得很奢华 当然所有的配备也一点不马虎 那这个房型就是我们的豪华房 它是约19坪 那它是业界唯一没有的设计 就是我们客厅就是调高设计 那它有多的设备就是我们的洗头红衣机 还有眉腿机跟红碗机 然后我们吹风机也是使用Dyson的吹风机 这个房型的话就是大大的落地窗 然后就是可以远眺我们的观音山 所以它的风景采光都是非常好的 来到这里不止产后的妈妈们可以好好放松 宝宝也是能得到安心的照护 婴儿室还有24小时的空气净化 让家长可以放心 就一般的那些那个进来之后 那个生理评估那些这样子 然后宝宝的招呼上那些 那可能看说他整个那个 就是从头到脚的一些那个生理评估这样子 然后就是会比较仔细一点 那可能说平常一些沐浴啊 那些这样子都会做 对 那还有他的肌带护理那些也都会 那可能宝宝未协那些话 都是依他们的需求这样子 大概差不多3到4小时 就会在那个博卫母乳啊 或者还有配方哪些这样子 那个配合这样子搭配 整栋拥有1600多平的空间 无论消防或是逃生等规划 都相当的重视 最重要的是现在是营运期间 业者提供了58折的优惠 还在烦恼如何坐月子的妈妈们 不妨参考看看 记者房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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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